想成为歌剧猫当中的演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怎么讲 他们除了是千挑万选精选出来的优秀演员之外呢 还需要在扮演这个角色之前啊 在家里面每人养上一只猫 听听观察猫的细心 我跟你讲 没有养猫的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 猫的很多动作都非常的特别 比如说 他经常会舔自己身上的毛 把这个毛舔顺 然后他那种眼神呢 跟其他的动物真的非常不一样 对 包括他们走步嘛 我们常说走猫步 就是因为他们走路都是成一条直线的 所以我就很好奇啊 你说在这个音乐剧猫当中 那些演员们他们穿什么 然后才能表现出那猫的感觉 所以服装当中也有玄机 猫界讲述的是一群猫在一年一度的聚会上发生的故事 为了塑造这些活灵活现的猫形象 假发 服装可谓功不可没 这样有特点的服装 穿脱是否很容易呢 因为这个紧身衣是真的很紧 在演出时你穿上是不会脱下的 在剧中有其他的角色变换的时候 就把其他的部分套在紧身衣的外面 因为穿着贴身超薄的面料制成了猫服 在两个半小时之内演出会很湿 根本也脱不掉的 最辛苦的是有些演员要演几个角色 最多要在身上套上三到四件衣服 还要做出轻巧的猫动作 真是做猫也不容易啊 每个演猫的演员都会很快学会化妆 他们每个人对角色的定位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设计 而且每个人画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都很精彩 猫剧中每个演员一般都是自己画成一个 与其身份相符的猫脸 再配上三十多个不同色泽和质感的假发 就活灵活现地装扮住了一只只性格各异的猫儿 发型师说猫们的这些假发 都是用俄罗斯一种山羊毛做成的 每天下午他们都必须把假发整理一次 先梳理成型 再喷上发胶 还要在烤箱中定型 最费心的要算女主角魅力猫的假发 不但要做出行 还要充分体现失落年老色衰的状态 猫剧中女主角魅力猫的造型 看上去最接近人类 而这首经典的《记忆》 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段音乐 她在记忆里表白了她归家的渴望 向人们诉说着猫世界的爱 宽容的主题 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段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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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段音乐